Wine and 香蕉 相比克 赞美式四十五首 四八球 祝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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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 圣诞曲 李宗盛 圣诞曲 李宗盛 圣诞曲 李宗盛 耶稣主别无耗 永满与你欢清天堂 耶稣主的大祈祷 感情心不尊心就爱 耶稣比安根无耐 无耀天天无耀心就爱 爱的安静快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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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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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上长老传道的美丽 我们领受到丰盛的恩典 今天开始就是我们的灵恩会 我们要领受主耶稣丰盛的恩典 让我们在信仰上 能够得到鼓舞和奋心 当然信仰要奋心 祷告是不可或缺的 说话说的好多祷告就都有能力 少祷告就少有能力了 不祷告就没有能力了 祷告也是一个得胜的关键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得胜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被打败了 摩西何时举手 以色列人就被打败了 门徒不进行祷告 彼得远显地跟随主三次不认识 所以我们看到祷告都是一个关键 所以今天我们早上用短短的时间跟人家一起来勉力祷告的想起 我们从旧约祭祀他们在烧香的世上来看祷告 我们就知道祷告是多么重要的 首先我们看初约祭的三十章 能能在这里所写的三十章 初约祭三十章第七节 初约祭三十章第七节 三十章第七节告诉我们 亚伦在坛上要烧辛香料做的香 涕涅槽真吸引 experiences 每一早晨 他销死灯的时候要烧辛香 奖 released July 我们的 gesam朋友 晖昏点灯的时候 他在优化面前上烧辛香 敌鸵少 אל Ioannu 吵 visit il까요? 在前一面的安眠,白肖像作为适时败的藏烧的香 三个好语,拿出来的,大家都在读书里面的好语,阿迪拉来的,白肖像是白肖像 这是祭司啊,五三四五年所要的 烧香啊,这件事情是每天要做的 阿迪拉来的,白肖像是白肖像是白肖像是白肖像的 而且呢,要作为适时代代常烧的香 我们会觉得我们不是祭司啊,我们烧什么香 但是我们看到旧约彼得呢,就告诉我们 他说我们是精准的祭司啊,今天主义是警醒我们 到新耶的时候,我们都是万人祭司 我们不要说我只是一般信徒呢 但是到启示录的时候,如果你不是祭司的话 那你就会被浸踏 所以我们那个凌晨呢,要达到祭司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十一章 启示录第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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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第二章 十一章第一章 有一根围子是给我常做良度的章 他却有话说起来将什么殿和祭坛 并在他殿中礼拜的人都凉一凉第二章 只是殿外的燕子要留下不用凉 因为这是给外方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四十二百业 好,这里告诉我们 启示录姐姐 因为他们看到呢 有凉度呢 要把凉度的这个 这个葬给他 他要凉什么 他要凉什么 第一个说要凉神的殿 第二个就是坛 这里坛啊,我们的和后我们说是祭坛 因为后面谈到说定外不用凉 因为后面谈到说定外不用凉 所以这里的坛啊,如果是祭坛的话就不用凉了 这里的坛啊,如果是祭坛的话就不用凉了 所以这里的坛应该是香坛 所以这里礼拜的人才会被凉 一边都没有凉了 这个礼拜的人是凉一凉 一定要有凉 所以这里礼拜的人才会被凉 所以这礼拜的人才会被凉 这礼拜的人才会被凉 只有殿内的人才可以量 殿内的是什么 祭司 殿外是利位人业 利位人外面是以色列人业 在外面就是外邦人业 只有殿内才可以量 这里的殿就指着圣手跟自圣手 所以这个殿外不用量 那表示就是说 连利位人 利位人业这个地方不用量 所以到起初这个时候 如果你的程度还是以为说 我是以色列人 属灵的以色列人 我还是利位人 都不用量 都不用量 表示说你没有资格 你会被尽踏 所有祭司在殿内的 礼拜的人才要被量 才不会被践踏 所有祭司在殿内的 礼拜的人才要被量 才不会被践踏 重点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不是说 我是一般信徒啦 可以老教会就好了啦 我们也会有福祉或是加工 外面的 还要把我们爱的 没有 我们都是祭司 我们看起司录 你看第五章 大国小 请看 第八节到第十节 第十节 起司录 第五章 第八节到第十节 目不知 五章 第十节 他既拿着书卷 四伯母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高雅面前 各拿着琴和圣乡的金如 这乡就是众圣子的祈祷 第九节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拿书卷 配解开七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主各方 各民各国充满的人来 叫他们归以神 第四节 又叫他们称为国民做祭司 归以神 在地上执掌王全 好 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四伯母跟二十四位长老 这是约翰所看到的四伯母跟二十四位长老 是呈现在他的眼前 但是这四伯母跟二十四位长老 都拿着金香的这个 都送满了香的金如 在祺司律有很多的象征 虽然约翰所看到的真的是四伯母 他有二十四位长老 但是他有一个属灵的意涵的象征在里头 简单来讲 这四伯母跟二十四位者 拿着圣满香的金如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 祭司 他们都是凌晨在象征一种信徒凌晨的高超 他有狮子的脸 他有狮子的脸 他是象征的勇敢 尤诞的脸 尤诞的狮子就是耶稣 尤诺的狮子就是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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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诺的狮子就是勇敢 他却抓住他那个特性 就是勇敢 为主 传回 为主 成就了这个救恩 不怕任何的不难 我们看这个牛肚是要献祭的 还是把自己献上 他们有英的脸 没有随便的眼光 人的脸 有神的形象 这个都是凌晨高超的一种象征 我问你,你好,那一位习父母 二十四位长老呢? 二十四位长老一定要穿白衣的 你就是有没有,二十四位长老要坐在宝座上的 是得胜的 我现在戴着呢,穿着捷管的衣服 二十四位长老要坐在宝座上的 他们都是带着圣满了香的金香的 他们都是祭司啦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八节下方说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啦 我们看到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 被捡选了从各方各族各民的这些人 所以有些世祀的好选 completes这些好选 我时候叫做的,我要当 disad近的 那叫称为。我 Championiser 什么ooooo 圣洁的佛度 简洁好选 咱看的是这样 做祭司归宜神 一说一次老母亲战 非常的地上执 ع Раз 所以这些好选 正耶稣教会是执掌王权的教会 是拿着主耶稣权柄的教会 因为是圣灵同在 得救的钥匙 正耶稣教会因为有圣灵 所以我们执掌王权 所以我们可以赦罪 定罪 这个信的人得永生 不信的人就被定罪了 我们奉主耶稣圣明为人施洗 为什么会有赦罪的钱品 有王权 有王权 有圣灵同在 有真理 有心理 所以这个就是执掌王权的教会 这里不要想强调的就是 自相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我们都是寄生 就因为刚刚谈到说 早上要烧香 晚上要烧香 一天就要不要烧香 你早上要祷告 晚上要祷告 什么 什么不得要烧的 这都是自自带的 都要常烧的香 什么 那你不能发发的 代表人家认好 有很多过什么 代表人家一日三次 人家去代表人家 在网友 怎么都要烧烧呢 主义叔有时候工作前祷告 工作中祷告 工作结束也祷告 会不得这个大卫呢 他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很重要性 他给圣灵感动 他把旧业跟新业 把他灵灌下来 我们看诗篇的141篇 诗篇14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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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活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 所以让祝福之义 愿我举手祈求如香软寂 运活的祝福之义 只让祝福之义 也有什么时候 大卫受圣灵感动 那个祇宅最后一 他们被坎东寒 把旧业信业灵灌起来 他把服从这里的求业 导致在山中的好友 他在这样方向 forgot, Gregory, Or this temple was held and was held, 所以我教材他的道话, 我使用ith piuak اف讲 行人不在道贾 所以我教材 心选择找犬 就相当呈现在神的面前 我那个姚祟的功能 好啊 他让自己感到有大的就那么一个 导 flush 就好像献祭 所以我那个姚祟的雨 DOH 他都如献汪祭啊 你看 该隐的祷告 该隐的献祭跟亚伯的献祭 为什么该隐的献祭没有办法蒙神悦纳 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有时候没有办法蒙神的悦纳呢 有时候那个心很重要 斗激很重要 有时候行的也很重要 从心劳到动作 心不正确 态度也不正确 所行的也不能审愿 祷告也是这样子 所以有的说 这样奉主耶稣是无论 无论求什么 所以有的误会这个无论 不是凡事这个字眼 但是这个无论不是凡事 都在神的旨意的范畴里面 所以有的当信主的人不知道 所以有的当信主的人不知道 所以说无论求什么 有的说 神死意外的都可以求 凤绝书圣民赌博 要丢骰子之前还用磨蹈 凤绝书圣民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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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很懊悔地回来了 我跟信徒讲 为什么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赌博 为什么都输 虽然这样子 无论是 因为 主不书圣经不是说无论求什么吗 问题是 没有在神的旨意的范畴里面 问题是 没有在神的旨意的范畴里面 没有 忘求吗 有了好意 撒着拉档 圣徒妈妈 就像该人所献的自己部门圣 耶纳圣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求 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的时候 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的范畴里面 神就会吹听 网求呢 就不会不蒙神吹听 我们看 约翰一书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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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照着祂的旨意求什么 他就听我们 叫 约翰一书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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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向祂所谈的 无济的信 约翰一书来说 约翰一书来说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 就知道我们所求与祂的无补得着 反过来讲 如果忘求的话 就不会垂听的啦 因为我们没有照着神的子弟求 所以我们看《雅各书》第四章 《雅各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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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忘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厌恶中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童工 他说他有向神求祷告快要得着了 我说到底在求什么 他说快要得着了 他说我想求主耶稣求两亿 一听到眼睛就睁大了 你要两亿干什么 我说什么 该会堂还是怎么办 我说不定是要求改吗 没有啊 他就是要求主耶稣两亿 他要成全那样的 他现在已经退休了都还没有成全 你退休的都还没有成全 你退休的都还没有成全 还有我来的 没有你住的都 我当时我就第一个反应两亿 我说两亿是很容易来 就是私意跟回意就两亿了 好啊 他说我这样讲他有点不高兴 什么呢 他说我这样讲他有点不高兴 我说你不能乱求啊 我说你不说什么呢 我说你为了神的工作求 然后我付神的自己感谢主 我说你太阳的搞什么呢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两亿 这个忘求嘛 我说你告诉我们忘求浪费在你们的愿乐中 但是我发现他到现在越来越穷 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 他不做了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 他不做了什么 他不做了 他不做了 到处找工作这样的 你家庭人家都汰了 我说两亿到哪里去了 他就爱得过来 都三亿 不是工作要成全了吗 我说你怎么办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 忘求跟药夫神的旨意这两个 如果是照着神的之意 当然神就会成全了 忘求啊 就算是成全了也很危险 因为那个魔鬼就会进去了 反正对你有伤害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一个经文 我们看贴扫尼迦前书的第五章 贴扫尼迦前书的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请看十七节 五章十七节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所不重的祷告 刚刚从旧约里头看到呢 这个烧香是世世代代常烧的香 这个乡主是圣徒的祈祷 所以这个祷告就是世世代代到你的孩子 一直到孙子一直世世代代都要祷告的 所以从十六节一直到十八节 所以从十六节一直到十八节 这个是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十八节 凡事谢人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我们要常常喜乐 如果不喜乐赶快祷告 要感谢 不要常常斤斤计较 因为不要常常满宴 当我们有这样子要发飞去赶快祷告 因为你一发飞去就不高兴了就不会喜乐了 要祷告 要祷告 赶快烧香 赶快烧香 你就会喜乐 就会感谢 你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长长期的不足的祷告 所以我们还限制他们 这是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不喜乐 就不遵守神的旨意了 不祷告也不是不遵守神的旨意了 我们满宴经济计较也是不遵守神的旨意了 我有遵循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尽神的国 祷告的香气 祷告的香气 把这个香让主耶稣听到我们的祷告 让这个香气能够蒙省的怎么样 闻到我们的香气 我们现在要一起来祷告 把我们的心全部告诉主耶稣 我们情心图一啊 我们也把这次的灵恩会全部的交给主耶稣 我们大家同心 帮主耶稣圣名祷告 我们佐 Circuit 中共主耶稣圣名祷告 ERIC CANCu